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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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钟铲博 今天讲一样 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 就是一个KOL大战 那你认为KOL 我以为我们自己的KOL 当然是想错了 我们只是数个网台的 节目主持人 说得更好 说得更好 就是露人 还有一个很打 什么的网台 很不受欢迎 现在讲的是什么 一个故事 现在网上有很多 真的是KOL KOL是什么 至少拍片 也有二三十万人看 最近有一个叫Bob叔 我不知道现在的同事有没有看 他专门主送 但是他主送 他的卖点是什么 他前半部分主送 后半部分会说少许 他真的是中产党 他说什么 例如我搭头等的飞机 去哪里旅行 遇到什么 他不是故意杀起身家 就是想製造那种很邱皮 就是邱皮士那种 话说他最近拍了一段影片 前半部主送 后半部就说 有两个另外的KOL人 我就很想骂 一个叫Yakki Wong 一个叫慕容公子 我记得慕容公子 你记得慕容公子这个名字 你知慕容公子这个名字 在什么时候见到 我当然知道 是的 就是城市周向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年轻 会用了慕容公子 他就是李文勇 是的 他是李文勇的名字 但我不相信这条年轻 是因为这个原因 叫自己叫慕容公子 我不知道 我待会再找原因 他说这两条 那个Bob叔叔 我计算是三四十岁 中产 这个Yakki Wong 就是一个MK妹 就是女儿的KOL 是个年轻 二十几岁 另外一个慕容公子 就是打机KOL 我看他的样子 都是二十岁 这两个人 其实我不知为什么 他无端说回 我不猜度他的动机 但这两个人 就在年多前 甚至超过两年前 曾经说过一堆说话 慕容公子在打机的时候 他就说 读书有什么用 你看看现在多少大学生 读完书出来 只有万多元 我现在出去打机 很失礼吗 我现在全部都高过了 人工 所以不要再跟我说 读书有什么厉害 我起码比这些人 另外一个问题 他说 其实你用学力 来评论一个隐成成功 没有意思 好像有些人读经济系 读得那么厉害 他不是一样 预测不到股市 好了 现在是一个资本主义 所以我觉得 等一下才对评价 在这个资本主义里面 你如何最客观量化 一个人成功还是不成功 就是钱 如果我赚的钱多 那我就成功 我赚的钱少 就是不成功 因为问题就是 你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很客观量化 我这就是一个最客观的标准 当然有些人挑战 张子强那些人 打家劫社 赚了很多钱 他们是否成功 我们不要讨论这个道德的问题 你这些要诡别 就是类似的说完 那这些也就是那些 好了 接着另外一个是Yaki Wong Yaki Wong 其实不是拍片的 他在自己的IG上 因为很明显 我等一下才帮他们说行 但是他就说了些 他说 你不能够因为我没有读大学 你就说我不懂英文 我很差 我其实不是说读书没用 我只不过想和大家说 就算不读书 一样可以像我那样成功 有很多方法 可以不读书都成功 为什么你一定要强调 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喂 我就算了 这家是没有读书 我现在病在家吗 我没有生产力吗 我不是一样可以开店 我一样可以很成功 那呢 其实那个Bob叔 拍了一条片 就针对这两种说法 他就说 喂 你们两个KOL 你们有很多年轻的读者 你知不知道 你们会对他有一个很坏的影响 他们就会以为 原来不读书 学你们做KOL 那就一样会成功 你怎么会害死人的 那当然他也有些老屎屁的感觉 你这叫找到什么钱 你是不是一个打机 找几万元一个月 另外一个你买一些减肥产品 你赚了多少 你赚了多少 你就是在我心目中 不是很脆碎的事 那再说 其实读书 不一定是要赚钱的 读书都一样可以认识到很多人 可以学到学习的方法 就算我们说 你们没有读书而成功了 不代表人人像你们那样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近日的KOL大战 我首先问一下 你们听完这两个说法之后 你们有什么感想呢 我自己读很多书 是 这就是因为我想说 因为如果我学习Bob叔叔 当然就很容易骗到赞 虽然没有赞 但是最容易说 我计算读书有用 读书没有用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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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就是 我们都算是读得多书 就是比平均日的 或者最低限度 我们身边有很多读得很多书的人 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观点 我的观点就是 我又不是说 首先 大家都知道 我是讀很多书 讀很多书 我又觉得自己都讀得OK 不是说发达那些 大费赚钱多 可能读书少 我 但是生活都还可以 不用偷偷 而我亦都想 对加就是 大家 更出名的KOV 沈旭辉 沈旭辉 他现在经常说 读博没用 读博没用 如果他不读的话 后果会怎样 我想我自己 我不敢帮沈大师 这位沈大师 去解释自己的情况 我自己的情况就是 如果我不是读很多书 有这个学历的话 我相信我的路 会是难行一些 是的 所以我自己来说 可能发达也不一定 有可能 但是可能发达 会是难行的发达 我现在的路 舒服点 但就难发达 我再补充 我再说多一点 他们的论点 他说 这个Yaki Wang说 他说 看看Bob叔和其他人的意见 来来去 又是说大学 如何装备自己 增值自己 最后又是说自己 赚多少钱 又是说有多少名气 和成就 如果当大学读书 是一种自我满足 志同道合的渠道 就不用在这里 和我们这些KOL 迷章摔割 你们就自然 会找到你们成功的地方 现在好像什么 他们说 我们慕容公子这些人 就收散这些人 名气又高 那些大学生 钱又赚得多 那些跟他们闹战 那些大学生 你们读了大学 好像孔悦几 拿着扎砂 在那里 还要 这些大学生 其实那些墨水 又比慕容公子 健身又少 那些墨水 你们又是不抵得他 这些东西 其实混合了很多 第一 读书和学历的问题 现在你读书有没有用 我亦都不相信 那个人慕容公子 他如果只是读完幼稚园毕业的话 是 他不会说到这些东西 OK 你现在读书到大学 没有用 还是读幼稚园小学 也没有用 第二 就是你一个学识 和是你的 就是读书 和是你拿学位的问题 就是现在你看书没有用 就是知识没有用 你说你知识那个 就是你去看书 对不对 你说你读完毕业 就是你知识学位没有用 对不对 那 除了这个混合这一点 之外就是 你打机 假设他打机很厉害 对不对 他打机 或者做女性化妆KL很厉害 OK 那你当然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可能你是有一个特殊的才能 你就当然好过一个 读书最差的一班 一个差的大学 一个差的就是那个人 他找一个读书很厉害的人 对 你或者读书你是 你在玩那班 打机 因为打机那班人是 cash out 打机只是花钱 你打机到赚钱 可能很少人 你不如你和一个读书最厉害的人 最厉害的人 你不去找那堆loser 你是成功那堆人 你去找 你又玩一个二十多岁的 就读了你心目中那些 大学的名系 你不是大学的 找钱是毕业的 你和他给 那就公平一点了 是的 因为你是人中桥楚 你没有理由 找回大学界的弹散 和你给 你应该找回大学界的桥楚 来和他给 所以其实整个比喻 根本就是 你欺负了我班人 我班人跟你跟你 你不跟你解释 所以整件事 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但是当然 读书是否有用 当然读书 现在学位有没有讀书 有没有用 还是所有的问题 当然我不要说 读书是否能够实现 但是读书有很多东西 你是有一些 advantage 就是你 认识个女朋友 女朋友都会说 我老朋友是博士的 为什么我老朋友是男孩 KOL打机的 如果假设收入是一样的话 我想那女孩都会选择 亦都你认识一个男孩 那个人会提携你的 你去读书的时候 你读书的时候 也是一个博士籃头 或者是一个读书的人 你的谈吐 我想大家会觉得 认识一个读书人的朋友 会舒服 认识一个满口粗口难事 然后就乱说话的人 要这么说 就算读了很多书的人 都可以 但不是这样 我就是想强调这件事 首先我先说 这两个人 我觉得他们说的东西 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 说得出来 譬如他说 你现在在社会最客观的标准 就是找多少钱来做 这件事 大多数是骂他们的人去做 只不过 这一个无人公子蠢的地方 就是 你用了自己找多少钱来做标准 别人的博士 可以带你 我就是会找多过你很多钱 你就无能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实这两个KOL 你不能完全不看上文下 就是有些网友 其实网上我们经常都遇到 我们有时都忍不住 跟他们骂战 就是说 你们很厉害吗 你们做KOL 你大学都没有毕业 你懂事吗 他们就面对这些人去说这些 所以我明白会有些情绪 我最近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就是有时我跟人网上骂战 那些人就别有用心 结束了出来 然后就说 其实可能只不过是吵架 大家有时讲话 我们是客观回来看 但是也都正如周显大师说 有些东西是读了书更稳固 譬如你做KOL 你成功率 不要说成功率 你失败之后 你最差的情况可以做到什么 和你读了书之后 你不能够成功 你失败之后 最后可以做到什么 可以是相差很远的 为什么我们其实经常都会遇到 太多读书失败的人 我们会遇到太多读完书 都是一些人渣的人 但我们仍然都会鼓励那些人读书 因为我们会发觉 读书是一个最好的安全网 就是包住你那些万一失败的人 可以保持到你的 那我从统计学 或者是一些分析 经济数量分析 讲一下 其实经济的数量分析 在美国做了很多年 究竟读多少书 和你赚多少收入 我想主要的误会就是 用一些比较技术性的语言 就是说 做了一个统计的关联性 看你赚多少钱 看你读了多少年书 做得很仔细 做了几十年 就说你每读多年书 那你的回报 工资的回报 就大概多10%左右 那这些在不同的国家 结果差一点 但是都是正数 香港有些行家做过 未必有美国10%那麽好 但是都是高的 可以说有周润发 有Sithoff 这些例外 这个不是例外 可以说是例外 这个就是统计学上 究竟T statistics 和R2是多少 一个就是说 究竟那件事是否重要 当你控制其他东西的时候 另一个就是 究竟那件事 对日后赚多少钱 是否一个 是否唯一的因素 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你是读了书 同一个人 读多了几年书 他就赚多了 但不代表 两个不同的人的时候 他还有其他因素 另略赚多少钱 是两个概念 所以整天的讨论就是 搞错了这两个东西 就不是说 就不是说 读书一定可以 读书其他东西 你和比较的时候 我和Steve Jobs比我 他很多东西比我 他有很多东西 所以我读书比他多 最后他赚多了我 是不关事 不关事 因为他本身已经赚了很多 是的 他不关事 你要找个和你差不多赚的人 是的 周英大师 我反而想问 我经常听到财经界 很多人都说 他们不学无术 讀不到书 都是赚大钱的 其实赚大钱是否和读书有关 我经常都说 读书色自尋 神死路 打架 追女友前途 但问题是 有很多工作 是和读书无关 而有很多工种 是和读书有关 但是 那些工种 比如说 读书有关的工种 譬如说是一些政府高官 或者你真的要阅读大量文件 或者做一些分析 那些和读书有关 你基本上不读书是不能做的 另外 如果你要群老闆身的话 就是说 你始终都是 你一个本身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 因为一个老闆 是需要一些读书的人 帮他去处理一些需要读书的工作 所以你到了那些 在那些状况有用的 但问题是 如果一些 号称 你们以为不学无术的人 因为读书 什么叫读书呢 读书有很多种 有很多读书是和 穢职有关的 很多读书是和穢职无关的 读你读史系、哲学系 就是和穢职无关的 如果你读法律系、医学系 那当然有关 医学院的当然有关 所以其实 你读书的时候 先撇除那些东西 有一些东西 真的是赚不到钱 那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和商学无关的 但是当然你可以说 那你越读能力高一点 那些东西会好一点 但是有很多职业 表面上是和讀書無關,但亦都是一個知識的問題 你讀書和知識這兩項分開,那個人很可能是有知識的 可能他有一個專業知識很好的 如果你起樓,孔子會說不如老農,不如老抱 說耕種,我不夠農夫厲害,說種樹,我不夠果農,花農那些厲害 那樣東西是一個知識,可能他不是讀書 看統治的年代,現在當然要讀書 譬如你去做一個Sales Technique,他可能不需要讀書 但他其實是懂得一個人的 你有知識,可能那個人打遊戲,他需要打遊戲 有些人是沒有知識的 如果你把讀書和知識兩樣東西混淆了,是不行的 其實打遊戲你也要拿很多知識的 你只不過不用讀書的方式去拿 你覺得要學習 所以你到最後要學習 現在他們都將讀書和知識這兩樣東西混淆了 其實所有你要發達,你都需要知識 而這個問題來的知識是在書本學 或者你在學校讀,或者不是在學校讀 社會大學讀 但你即使出來撈東西,出來做一個鼓掃仔 出來無端端去以前那些做小販 你去收小販的數 你每天借五千元給他,每天收兩百元 你都是需要有知識的 因為你需要計算、數學和控制市場 你其實都要有一個市場知識 如果不然你沒有市場知識 你連做的泊車和顧客都做不到 最後我們以前也有說過 很多學者都覺得讀書沒有什麼用 我要澄清或者回顧 我記得我講過兩個所謂經濟學者 一個就是我之前講過Alan Kruger 他說其實你不需要去讀名牌大學 因為讀名牌大學的影響力 起碼在他的研究上 他們想像中的影響力很小 但他沒有說到你不需要讀大學 他只說你不一定要讀最名牌的大學 才可以得到很好的收入 另外一個就是我喜歡,不過很有爭議 Bion Kaplan 寫了一本書 其實你讀大學是沒有用的 但是他說讀大學沒有用的意思 就是因為現在的形式效果太強 很多大學的課程可能不是真的訓練你 只不過是區別你可不可以不倒業 作為一個僱主參考 但實際上他講什麼 就算你不讀大學 他是鼓勵人去讀功課 都是叫你繼續讀東西 只不過現在那個課程未必是真的培養到你的知識 但你就算不讀大學 你也要讀其他東西 如果有一個大學畢業的人 多數他會有讀書聰明的人 他會是準時上班、準時上班 準時上班、勤力做事 要讀一些很艱難的文件 做一些很悶的東西 他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些人就讀書聰明的人 所以你如果請這樣的員工的時候 你也會聽過 我聽說你都能夠將 因為讀書你就是需要將同一份東西 讀書聰明的人就是符合做這類型的工程 原來你本來我們第一次就學識五成 但他就將一份東西回來覆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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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件事其實對社會學沒有什麼用 但你打工是非常有用 林鄭文書是認識的 她的讀書很厲害的人 所以他做這些這麼死亡的工作 他是完全的 或者你去控制 控制過一堆很悶的模型 那些事全部是讓人做的 所以讀書聰明的人全部可以做到 這些你本身作為一個老闆 你知道一定要做 但你又最討厭做的事 那你就讀書聰明的人做的事 好 這就來到這裡